第1745集 我宗藏武阁 灵药阁等等 凡是能对弟子实力提升有帮助的地方 全都免费开放 所有导师从现在开始 不分昼夜地指导各院弟子 不可有丝毫懈怠 要将我神级宗的任何弟子 都当作自己的亲传弟子一般对待 你们也都各自挑选最优秀的弟子进行培养 每人培养一百名 不要在乎资源 即使耗光底蕴也在所不惜 一众长老神色也严峻起来 他们哪里还看不出来 神国是真的要变天了 当即躬身领命 最后 玉真子凝视着空中那轮 带着翡翠光环的硕大圆月道 从今天开始 我神级宗正式毕宗 将护山大阵完全打开 神国 某处生长着无数树干深红 枝叶漆黑的参天古树的森林之中 一名身着黑袍的男子 飞快地在树木之间移动着 突然 他在某处停了下来 面具下的眼眸 凝视着一株看起来 与其他参天古树 毫无区别的古树 突然间 他伸出一只手 掌心之中 爆发出一团深紫色的火焰 这火焰浮现之后 周围的虚空都是微微扭曲 男子看着这层火焰 眼神无比的凝重 凝重之中 又带着深深的崇敬 这火焰是主人给予自己的 一缕本命魔源幻化而成 男子深吸一口气 手腕一抖 对着那株古树低鹤道 去 魔火摇曳 便随着男子的低鹤 向着那株古树飞去 下一刻 这魔火竟是无声无息地 融入了树木之中 树木中 突然散发出一阵诡异的波动 成了 男子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轻吐出一口气 就要转身离开 可就在这时 一道极为冰冷 语气颇为古怪 带着骨腔的男子声音 在森林之中回荡 何人将本尊唤醒 黑袍男子猛地回过身 看向那株古墓 眼中是震惊 竟然这么快就苏醒了 刹那间 轰来一声巨响 那古墓瞬间爆裂 一鸣赤裸着上身 只在腰间裹着一张瘦皮 胸口绘制着一道 壮弱太阳的鲜红纹身 肌肉线条 无比优美的青年男子 出现在黑袍人的眼中 是你唤醒了我 青年男子看着黑袍人 微微皱眉 而此时 修为斩恶后期的黑袍人 浑身却是控制不住的颤抖 为什么 因为这名苏醒的 上古者的气息 太恐怖 恐怖到让他觉得 对方只要一个念头 就能让自己死上一万次 那上古之人的一个眼神 就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名男子 竟然还只是上古者之中 最底层的存在 黑袍人文言 不由地强自镇定道 尊敬的强者 是我将您唤醒的 既然是他唤醒了对方 想必对方应该不会对他不利吧 说不定还能得到些好处 想到这里 黑袍人不禁有些兴奋了起来 哦 那裹着瘦皮的青年 却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面无表情地看着黑袍男子道 那 你可以去死了 他随手一扬 一道红光便朝着黑袍男子 激设而去 什么 黑袍男子惊呼一声 面色狂变 浑身灵力涌动 一拳击出 无边魔器 凝聚出一道恐怖拳印 瞬间将千里虚空 震成了粉碎 拳印一颤 便迎向了那道红光 这斩恶后期的黑袍男子 全力打出的一拳 在那红光面前 却仿佛一阵烟雾般 轻刻泯灭 黑袍男子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便从这世间彻底消失 兽皮青年冷冷道 一个凤魔者 也敢出现在我杨赤猿面前 不知死活 他身形一动 便出现在了森林的上空 张开双手 拥抱着洒在身体之上的温暖阳光 无比享受地笑道 万年了 足足万年了 本尊终于回来了 同样的一幕 还在神国各处不断地上演着 一个又一个上古至强 重返天地间 两天之后 一处山谷上空 一道修长的男子身影 凭空而立 俯视着山谷之中 不断翻涌的淡紫色胀气 此人自然就是夜沉 这两天 他通过姜游留下的踪迹 很快调查到了白骨城的天算阁 也被人涂了个干净 受害者 与神玄宗内的众人如出一辙 这手法正是姜游所为 这几天 他一直在白骨城的附近搜索着 终于 发现了这处被瘴气覆盖的山谷 他这次来 就是要将姜游背后的事例 调查清楚 若是那道潜伏在镇神塔之中的魔魂 是被其本体刻意安排在其中的话 那名古魔绝对是极其危险的存在 甚至对整个神国都是如此 不论对方在策划着什么 叶晨都不能让其随随便便的如愿以偿的 应该就是这里了 叶晨呢喃一句身形一动 便要冲入那滚滚毒障之中 这对斩恶后期舞者都有不小威胁的毒障 与叶晨的体质却根本不算什么 可就在此时 一名身着黑袍身材无比高大 双臂是普通舞者近十倍粗细 浑身上下无处不散发着危险气息的恐怖身影 挡在了叶晨的身前 这黑袍男子带着一副鬼脸面具 面具之下一双灰白色 凝聚着无穷死煞之气的眼眸 叶晨瞳孔一缩 凝视着那黑袍人 此人赫然与姜油一样 是斩恶后期的修为 而且他能感觉出来 此人比之姜油强上了数倍 这些人根本不能用境界来衡量 叶晨深吸一口气 手腕翻转 握住了青莲灭天剑 看来自己是找对地方了 眼前这名强壮的近乎飞人的男子 与姜油散发的气息 有一丝相似之处 而且他们所穿的黑袍 也是一模一样 那黑袍男子看着叶晨 不屑一笑道 看来你就是那个 斩杀了姜油的小子了 竟然只有太虚净的修为 姜油那个废物 死在了你这种砸碎的手上 真是给我们主人丢脸啊 即使他没有被你杀死 我也要亲手将他捏碎的 可惜呀 他已经死了 我很好奇 这个喜欢折磨别人的垃圾 被你杀死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叶晨浑身凌厉 缓缓凝聚在长剑之上 真武之意微微荡漾 他看着那黑袍男子 面上浮现出一丝冰冷的笑意 好奇吗 放心 马上你就可以去问问他 他会说些什么了 黑袍男子闻言 那灰白色的双眼之中的死煞之气 剧烈的激荡着 浑身杀意 刹那间狂涌而出 斩恶后期的气息 宛若炸弹般的自周身爆发 什么时候 一个太虚境的废物 也敢在自己面前如此放肆 马上可以去问问 姜游会说些什么 这小子的意思 是他可以杀了自己 这是在看不起自己 这不仅是对他十霸的侮辱 也是对他的主人的侮辱 自己是主人的信奉者 便是主人在世间荣耀的体现 自己便将是无敌的 是不容侮辱 主人是至高无上的主宰 他的信奉者 自然拥有凌驾于众生之上的力量 自己便是恐怖的化身 凡人们在他们面前 唯一允许做的 就是跪倒在地 颤抖 敬畏的颤抖 不允许有一丝反抗的意识 而现在 一个太虚境的垃圾 竟然也敢对自己起杀意 那身为主人的信奉者 就要代替主人 降下神法 以无尽的痛苦 来洗刷这不可饶恕的独神之举 石霸死死地盯着夜尘 无比阴狠地嘶吼道 小子 你以为自己杀了一个姜油 就无敌了 姜油不过是我们之中 最为废物的一个 现在 本尊就让你见识一下 主人的信徒 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吧 他的手中 突然多出了一柄 散发着阵阵磨气的巨斧 斧面之上 铭印着无数血色符纹 煞气滚滚 急煞灭神斧 石霸抱贺一声 浑身煞气 宛若洪水一般的涌出 竟是浓厚到了化作实质的地步 夜尘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这煞气竟然如此强烈 难以想象 死在此人手中的生灵 到底有多少 石霸看到夜尘的神色 灰白色的眼珠之中 轻蔑残忍之色 更加的浓郁 阵阵灰白煞气 融入手中的巨斧 血色符纹极致闪耀 惊天浮役仿佛肆虐天地 将万物搅成粉碎的风暴一般 席卷而出 那深谷之中无比恐怖 万年来都不曾消散 极为沉宁的紫色胀气 在这浮役激荡之下 竟是飞快消散起来 下一刻 石霸双臂肌肉膨胀 浑身惊天俱力狂勇 朝着夜尘狠狠地一幅斩去 一道黑色浮影 宛若一头吞天石地的巨兽一般 降临世间 整个大地似乎都为着 惊天动地的一辅 而震颤 稍稍旺就写词了